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梅刘海的时候还挺惊艳的,天庭饱满五官立体,美得很自然。 影响女孩子的时尚因素应该算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服装的搭配不得体, 就会让自己的时尚有一种混乱的老土效果,或者是选择一些比较怪气的妆容, 也会让自己的形象有一种太过浮夸的感觉,所以想要让自己变得非常的美, 那么在选择时尚的时候,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用上一些比较高级的时尚, 并且符合自己的时尚,方方面面都是要注意到的, 这样才会让自己的美变得更加全方位一点了,对于女孩子来说, 变美的第一步,应该就是要用上一些适合自己的经验发型, 通过发型的搭配,来让自己的魅力得到提升, 也让自己的形象,能有一种比较完美的感觉, 让自己的美能够从头开始,让时尚更加的有抢劲的感觉了, 如果你对于发型业是比较执着的话, 那么就在选择发型的时候,看看这些时尚搭配技巧吧。 发型的基本区别有哪些? 在选择发型的时候,最为常见的应该就是选择发型的时候, 头发应该呈现出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想要让自己的形象有一种洒脱的感觉, 也有一种女人味的效果, 那么在搭配的时候,就用上一些散落的效果。 这种披肩发的造型,能让自己的时尚有一种很随性的效果, 但是选择这种披肩发的时候,也是不能随随便便, 比如说在选择披肩发的时候,加上一些卷发, 或者是用上一些直发的造型, 这样的时尚发型搭配,也算是能让自己的时尚, 看着更加的与众不同, 让简单的时尚也能有一种气质的味道。 还有就是扎发的效果, 不管是半扎的造型, 还是全扎的效果, 这样的发型搭配, 都能让自己的形象有一种比较精致的效果。 在选择这种发型搭配的时候, 最为重要的就是不要用上那种太过紧致的发型来搭配自己。 建议在搭配的时候, 用上一些比较松散的款式, 让自己的发型搭配, 看着也就没有那么的正式了, 如果想要自己的形象有一种活力的效果, 那么在搭配的时候, 就可以用上马尾变的时尚造型。 这样的形象搭配当中, 也算是能让自己的气质变得更加的活力一点, 并且在搭配造型的时候, 还可以加上一些碎发的造型来装饰自己, 这样也就能让自己的时尚变得更加的精致了。 刘海的时尚选择 喜欢韩戏与日系风格的小姐姐, 在选择发型的时候, 可以加上一些刘海作为装饰, 这样的搭配形象, 也能让自己的时尚有一种唯美的感觉, 比如说其刘海的搭配, 能让自己看着更加的可爱一点, 偏分的刘海能让自己有种超A的气场等等。 刘海的不同, 展示出来的魅力也是不一样的, 在选择刘海的时候, 建议多看看和自己脸形相差不多的女明星的选择, 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刘海造型没有那么的拉胯, 另外建议不要轻易地尝试用上那种太过个性的发型来搭配自己, 毕竟不是人人能够完美驾驭的。 当然对于一些五官精致的小姐姐, 在选择发型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上无刘海的造型来搭配自己, 这样的形象搭配, 也算是能让自己看着更加的抢镜吧, 并且也能间接地让自己的时尚, 有一种比较成熟的时尚效果, 也会让自己的形象比较随性一点。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